好 那我們就開始上這個中國哲學名著選讀的課 我原先的規劃就是 挑一些文章來講 然後不限於一家 一方面也藉由不同的學派或者是不同的著作 那麼多種不同類型的這個解讀 使得你在研究方法方面呢 肯定要真的有一套研究方法 而不是一直固定在一種意識形態 价值立場的這個脈絡裡面 透過這個不同的作品 同一個學派不同的哲學家的作品 甚至是不同學派的作品的文本解讀 那我會認為這個就是做中國哲學研究 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上的觀點 不會陷入一家一派的意識形態 同時呢你會有好的這個研究方法 問題意識研究工具的不斷的開發 那麼我們之前講了三篇這個莊子的文章 裡面有黃老道家型的也有純莊子型的 那我們今天來看這個烈子的文章 我曾經把這個老子莊子烈子 用一個方式來做一個對比 老子呢完全是都市哲學 就是朝廷辦公室那個場合的哲學 那於是會討論關於跟官員之間如何互動 然後呢掌握資源 為百姓謀福利 是一個非常入室的哲學 而莊子的哲學呢是介於都市與田園之間 都市與農村之間 大隱隱於市 它可以在城市裡頭 也可以在鄉村田園之間 因為它根本上是一個出世的哲學 但它心出世 生活的這個層面呢 一樣可以在都市裡面 只要心真正出世就好 至於烈子的思想呢 烈子要追求的理想 相比於老子 人間事物社會體制的資源掌握著 事情要做好 相比於莊子 人間世俗社會體制 一切的價值束縛 一切的價值都當作束縛 都要解放 所以是非常出世的哲學 不入世 也不處理人間事物 世其乎亂 俗必必焉 以天下為世 這是莊子的形態 那烈子的形態呢 烈子的形態更是 世世其乎亂俗必必焉 以天下為世 但是呢 它的生活場景 其實就是在田園 在農村 然後它要追求的呢 實際上是 企劃自然世界當中的 人的身體的狀態的能力的提升 在莊子的哲學裡面呢 他還意識著很多的社會世俗的束縛 衝突 但是他知道怎麼面對 怎麼解消 所以譬如說奇物論 莊子就對於世俗的議論描寫深刻刻化入文 但是自己採取了立場 所以莊子還是非常人間的 社會的人 他只是完全的出世的立場 價值心態 烈子就更加的出世 社會世俗的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在思考 主要的 反而是用力於自己的生命的本真 純粹 用力於自己在個人的身體修煉的方法上 使得自己可以獲得身體能力的特殊能力 特異功能 上山 入水 入火 等等 站在懸崖旁邊 等等 就是 鍛鍊身體的能力 莊子的哲學呢 望仁義望里悅外天下 墮肢體促聰明 心齋作望 後面的是身體的功能 前面的是心理的修養 心理的修養 需要有本體論的價值意識 作為觀念的前提 對莊子而言 就是 逍遙自視 無目的有巧妙 整個天地萬物的存在 沒有造物者的特定的目的 人最終與氣化的世界是 一起流行的 所以 望仁義望里悅外天下 然後進行身體的操作 墮肢體促聰明 心齋作望 游心於淡何氣於末 後面就是身體的操作 劣子 也是必須要有 本體論的價值意識 然後有身體的修煉的功夫 身體的修煉的功夫 方向跟裝子是一樣 有那種練氣功的意思 但更多的是得到了 作為現實世界當中的一個 身體的特殊能力的提升 這個能力用在這個世界 裝子型態的身體的特殊能力的提升 細節講的不多 結論卻是朝向 神仙思想 烈子的身體修煉 倒沒有什麼太多朝向 神仙思想 而是人間的 特異功能 武功高手 這個能力是一個人的能力 但這個能力比起其他人 身體的能力更強 對於裝子而言 這個能力 身體的修煉 已經脫離了人的能力 到神仙的能力 至於價值意識的本體論部分 老子是無為 裝子是逍遙 最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在列子呢 虛 或者是不知 大家平常講列子 講虛 但虛是什麼意思 虛的意思 在我們今天講的天瑞篇 就會落實 實際上呢 是不采取認知態度 也就是無知 不知 不知 不是無知 不知 不去知道 那以後 存認身體的狀態 他自己發揮 自己流動 可以得到身體能力的開發 創造 成為在人間世界 有身體的特殊能力的人物 基本上就是武功高手 無數家特異功能的 這樣的一個形態 好 對於天瑞篇這篇文章 可以說是列子的天道論 天道論這個詞其實是不清楚的 因為中國人有天道論 有人道論 如果我們從哲學基本問題的進入 去做這個天道論的討論的話 那麼一個比較清楚的哲學基本問題 宇宙論是清楚的 西洋哲學史上思辨的存有論是清楚的 中國哲學史上價值意識的本體論是清楚的 那我們過去講形上學 可以說就內涵這三個哲學基本問題 宇宙論 本體論 存有論 宇宙論很清楚 時間空間才主 本體論跟存有論呢 過去我們是混著用的 甚至跟形上學這個詞混著用的 我暫時把它做一個 使用意義上的界定的區分 概念思辨的存有論 談實體 談上帝 談道 談理 談氣 談心 談性 概念思辨的存有論 概念範疇的思辨 西方形上學的脈絡 在中國也有這樣的討論 存有論 再一個呢 本體論 就談價值意識 因為我們中國哲學講 本體功夫的時候 的本體就是終極價值意識 如是道各有終極價值意識 而老庄烈亦各有終極價值意識 也就是他的本體 這個本體在烈子天瑞篇就出現了 觀點就是不知 庄子逍遙老子無為 孔夢仁義理之 佛教 博人 菩提心 這是價值意識的本體 至於宇宙論呢 天瑞篇也談了宇宙論 宇宙論談完以後 其實他對他採取的態度是 我並沒有要從宇宙論裡面導出什麼 價值意識 而是對他採取一個 不知的立場 恰恰是這一個不知的立場 的心的作用 本體功夫就是心性修養的功夫 身體修煉的功夫的觀念依據是宇宙論 恰恰是這個心性修養的功夫的本體是不知 導出了在身體修煉上的宇宙論進入的修煉功夫 那這個功夫在我們讀列子的文本當中呢 之後就會大量的看見 怎麼樣練武功 所以列子哲學就是中國最早的武俠小說 武功哲學 但他不是小說而已 他真的是在講武功 真的是在講身體的修煉 他講了修煉的功夫入手的方法的觀點 至於內容的細節他也沒有陳述清楚 好 這是從老莊烈的脈絡的差異來說這三家 也同時把列子說清楚 我會認為通常都必須 藉由這樣的一種對比的狀態討論 才能夠更清楚的了解任何一個特定的哲學體系 他的內涵 因為把邊界設定出來 跟別人做差異的對比 會清楚他的類型 內涵我們在進入細節裡說 常常我們學術上的討論或研究 只能在細節內談這個學派的東西 這個學者哲學家的東西 不能做一個對比的參照 其實不容易搞清楚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用這個東西 你說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東西 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你沒有告訴我說 這個望遠鏡的焦距要調多少 我才能夠看到你看到同樣的東西 你看到的東西一定是真正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 但是我的望遠鏡要調多少倍 或顯微鏡要調多少倍 我才能看得到的 但我不能在經驗上看得到它 它就真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想像 藉由不同哲學體系學派的理論的對比 就是在調這個焦距 所以身體修煉的武功哲學 這樣子我們就更準確地知道烈子的形態 再一個 老子入世 莊子出世 烈子更出世 比烈子更出世的 佛教的阿羅漢 更更出世的 菩薩道成佛的觀念 從出世又回到變在世間的入世 老子是入世的 比老子再進一步的入世 就是黃老道家 黃老道家用老子的觀念 實際上結合了儒家跟法家的東西 儒家跟法家 就是最入世的兩個形態 做法不同 儒家追求永恆的長治久安 手段方法是孝替中性 价值意識 价值意識是人意理之 法家呢 追求眼前危機的解除 立即性的富國強兵的目的 法家的追求 操作的方法呢 那就法術是二比賞罰 這些東西 价值意識呢 就為國家存在目的至上 就是非常非常入世的 哲學形態 我現在就是在講對比 焦距拉 法家儒家 再拉黃老政治 既有法家 又有儒家 又有老子 再拉老子 成全大眾 給而不取 再拉莊子 我根本就不問世事 再拉劣子 我根本就在山林裡面修煉我的身體 再拉阿羅漢 我不只修煉我的身體 我還要得到不死不生 再拉菩薩 便在於世間 自由來去 佛最高的政務的進進 這樣子看各個學派 也會更清楚一些 然後再去這個學派的知識的細節去學它 那就會讓我們知道 這個 比較清楚的理論體系 好 那我們就進入烈子的文本來看 子烈子居正普 四十年沒有人認識他 國君清代夫是之由眾術 也就是他完全沒有名氣 沒有人知道他是何方 神聖 大人物看烈子 不過把他當作一個很普通的老百姓 所以烈子更沒有社會體制 意義上的地位或形象 國不足 國不足 鬧饑荒 駕於衛 就到衛國去逃難 好像闖關東 走西口 這樣子 學生問他說 老師你離開之後 不知道多久以後才會回來 說不定他怕見不到你 可不可以老師 這個 您跟我們講講 您的最重要的理論的精華 你不是聽過胡秋子 您講課嗎 他教導了您些什麼 可不可以再教給我們 好 這就是一個開場白 烈子孝說 這個 我的老師胡子 講了些什麼呢 其實啊 夫子常與伯昏無人 無策文職 事已告 什麼意思呢 意思的表面意思是 我老師到底講什麼 我想不太起來 他好像跟另外一個人講過一些什麼 我在旁邊聽到的 那我講講看給你們聽吧 這意思帶出了一個味道 沒有什麼 不需要知道 也不需要學 把腦子放空 我的武功你就學到了 我的老師也不是用教的方式在教 我也不是用學的方式在學 破除了教學的角色形象 破除了一切 社會世俗 以及天地萬物的認知的 知的心態 你才真正可以得到東西 所以不斷的畫 不斷的畫 跨解的畫 好 我的老師跟伯昏無人說什麼呢 有生不生有畫不畫 不生者能生生 不畫者能畫畫 看到這樣的句子 我們從哲學的進度來學習 應該立刻要敏感地反應出來 他就是在談什麼 談那個道體 最高概念範疇 的存有 最高的那個存有 有生 就是生生之德 就像錢是一個原理 而不是一個什麼具體的東西 這個原理不生 它本身沒有生的活動 有一個畫的原理 道體 這個畫的原理呢 不畫 它自己沒有一個畫的活動 雖然它自己沒有不生 沒有生 雖然它自己是不生不畫的狀態 所以它卻能夠生生 能夠畫畫 也就是說 它生畫了天地萬物 而它生畫天地萬物這件事情 是不能不生不能不畫 就是它自動執行黨 就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故 常生常畫 始終的 持續的在生 在畫 無時不生 無時不畫 所以天地萬物 恆久地存在著 陰陽 四十 都是它生畫出來的 這個最高的 有生的原理 跟有畫的原理 它同時自己是個不生者 自己是個不畫者 它沒有生畫它自己 可是它生畫了天地萬物 它呢 擰獨 往復 其實我們回想老子 游魂城先天地生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淡 可以為天下母 不不知其名 自知月道 獨立而不改 這個周行而不淡 獨立而不淡 跟這個尼獨 周行而不淡 周行而不淡 跟這個王父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思考就是 老子給出的思考 老庄烈 老子最早 老子給出的這個思考呢 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 是針對最高普遍原理 它自身的存在的抽象特徵 進行思考的第一次 類似於西洋哲學的思辨哲學 進入的存有論的思考 形上學的思考 既然有天地萬物 就有一個史生天地萬物的東西在 而那個東西本身不是個東西 它是個原理 所以那個東西呢 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 但那個東西呢 不需要依靠別人存在 獨立而不改 那個東西呢 永不止息的作用 周行而不淡 所以那個東西呢 可以為天下 這就是一個抽象 思辨 抽象的思考 對於一個最高的存有 最根本的創造主 好 擰讀往復啊 往復奇蹟不可重 因為它不斷地循環作用 形成作用 就沒有終點了 好 擰讀 它不依靠任何其他的存在而存在 它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 所以它不會消失啊 靠著別人的創生而出現 無限的存有物 它有消失的一天 不靠任何別的東西 就靠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的東西呢 它是沒有消失的一天 就有永恶性 道不可求 好 引了皇帝書 其實是老子的句子 而且就是標準的老子的句子 父神不死是為玄聘 玄聘之門是為天地根 明明若存 用之日不起 因 其實他如果引我剛引的那段老子 就更加的相像 不過如果引了我剛引的那段老子 他話也不用寫 意思就是跟老子那段話是一樣的 我沒有讀到迪卡爾講這個話 但是這個觀點如果放在佛拉圖的話 但是這個觀點如果放在佛拉圖的話 它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永恆存在的東西 但是我想知道 我只會問我 你會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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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生出有形的東西 這是一個具體的科學知識的問題 那各個自然學科 不同的自然學科 可以去談這個問題 至少物質跟物質 有形的物質 跟有形的物質 之間的轉化 創造 是科學 自然科學完全可以談的 但是古代的哲學校思考的問題是 如何而有了天地萬物 而這一個更高級的更抽象的問題 而這個更高級更抽象的問題 基於眼前的現實的存在 天地萬物 與真實存在在這裡 所以他們認為一個 之所以會有這個天地萬物的存在 應該是一個更高級的原理 他自己不會被生出來 如果他被生出來 我還得找他生他的東西 所以要找一個擰毒又往復的東西 這是純粹抽象的思考 至於如果由他具體的生出天地萬物 天瑞篇下面有講到 太始太易太初 等等 但是那個講法 也還是一種抽象的講法 要到具體的講法 現在的自然科學的講法 才會讓我們 可以有經驗 然後可以來實驗 來證實 這都還是就 可能性 前提 做一種抽象的反思 而提出的觀點 所以想像一個 這個 理論上的問題 而定位它不是經驗現實世界的存在 因此你對它的描寫 除了思辨 你沒有東西可以描寫 這就是一些思辨的語言 生物者不生 化物者不化 說的是它自己 不去生 不去化 自生自化 自行自色 自治自立 自消自喜 反而會創生出天地萬物 讓天地萬物呢 被它生化形色自立消息 這樣 再跳一步就到了天地萬物 所以天地萬物 自以為自己 生化形色自立消息 那就是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是被這一個 有生不生 有化不化 擰讀 往復 不能不生不能不化 長生長化 是被它生化出來的 而這個生化出天地萬物 這個生的原理跟化的原理呢 它不生 它自己不生 它也不化 它卻讓天地萬物呢 生化形色自立消息 但是天地萬物呢 不是靠自己生化形色自立消息 是這個原理 讓它們生化形色自立消息 一旦天地萬物理解的 不是自己生化形色自立消息 天地萬物呢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自己做為什麽 這個原理 這個原理知道自己存在 而且它能夠生化天地萬物 但是現在問題不是它的問題 是天地萬物的問題 是天地萬物要認為 是我自己在生化我自己 天地萬物就是我們人嘛 認識認為自己 可以操作自己的生化智力形色消息 那裂子的意思是 你是不可以的 是被這個有生者有化者 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而有的 最簡單講就是 你不要有自我欲序 你的自我的存在 是那一個超越的道體 它作為的 它的作為的結果 所以你不要有自己的存有的意識 它講的對不對是一回事 因為它這樣講 以及因為它這樣講 反而可以拿來練武功 後面會講到練武功 很有意思的舉個例子 我們站在那個 五十層樓的 大廈的屋頂 不要講五十五層樓 我們就站在這個教室裡頭 站就站嘛 站個十分鐘也不會怎麼樣 站一小時也不會怎麼樣 叫你不要動 畫一個小圈圈 這個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叫你站在這二十公分裡面 站一個小時也沒什麼關係 可是我們到了五十層的高樓 的屋頂 然後走到它的最旁邊 眼睛看下去就是 人變得這麼小 讓你站在那裡 頭一陰就掉下去 腳一本就掉下去 但問題是 我們站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可以站很久 一個小時 不會頭陰也不會腳軟 之所以在那個地方 會頭陰 腳軟 就是你採取了認知的意識 所以你覺得危險害怕 腳軟就掉下去 那為什麼 小鳥站在那個地方 它不會腳軟 頭陰掉下去 猴子站在那個地方 不會腳軟 頭陰掉下去 小鳥跟猴子就沒有 你們這些人類 那麼多的知識 對 那你武功就可以練了 武功就可以練了 射飛鏢怎麼射就射中 射中 就今天你媽媽站在那邊 人家叫你射你媽媽頭上的蘋果 你就不敢射 這樣 但是有人還是可以射 而且還是可以射中 那就表現他那時候就飛回 那沒有任何外在的訊息的感到 所以他竟然就在講武功原理 武功原理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可以練武功 那確實也是武功 練武功的是這樣練 你不要怕 那你如果怕那就練不成了 好第二段 子列子 習者聖人因阴阳統天地 你剛剛問說 那個無形的東西怎麼造出有形的東西 那個過程是什麼 現在就在講過程 但是我要說這個過程 講的也是等於能講 只是 這個思辨上認為它有一個過程 理論上這個過程有幾個階段 然後說完了以後 給一些名詞交代 這種說法它不是科學性的研究 科學性的研究 化學元素表 甲鈣納鎂 與氫鐵席 什麼什麼的 都是化學的知識 物理的知識呢 那個牛頓定律 艾斯坦相對論 所有的那個物理學的方程式 那個是知識 但這裡呢 講了一些觀念 概念 想像的 發生發展的階段的變化 其實沒有給知識 好 聖人因陰陽 以統天地 其實是天道因陰陽 以統天地 聖人假使真的能夠 體貼理解 陰陽怎麼統天地 聖人就可以 蘭比造化力 持為我神通 那 例子沒那麼大的 這個 沒說那麼大話 蘭比造化力 持為我神通 但是 對於自己的身體 在大自然之間 開發 超能力 特異功能 這是他的思路的形態 他可以做到的 好 有形生於無形 觀念可以這樣建立 那麼天地 從哪裡出生呢 直接講答案 我常說我們中國哲學 就直接講答案 沒講題目 沒講討論的過程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有太義太書太史太素 太義呢 未見氣 太初 氣之始 太史 太史 行之事 太素 直 直 直 無 有 行 直 的四個階段 有行有直 氣行直句 但是那個東西還沒有分開來 叫做渾輪 萬物渾輪的時候 萬物相渾輪而未相輪 所以他已經建立了一個什麼 氣化宇宙論的存在使人的一團氣 渾輪未分的一團氣 渾輪未分的一團氣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循之不得 古悅義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循之不得 這個東西完全是老子的句子 老子的句子是在講什麼呢 就是在講道理 道理是什麼呢 天地萬物的存在的最後根本的依據 至於老子在具體落實這個道體呢 我要告訴各位同學 存在始源是宇宙論的思路 變化的原理是本體論的思路 有物質性的存在始源是宇宙論的思路 講變化的原理 講變化的原理沒有物質性 這個是本體論的思路 那在列子這個地方呢 比較是存在始源 宇宙論的思路 在老子那裡呢 比較是運作變化的規律 本體論的思路 但是中國哲學史的發展 老子的到底的概念 在秦漢之際的 所有道家性格濃厚的作品裡面 存在始源的思路越來越濃厚 我也不能說老子的文本裡面 就沒有存在始源物質性的思路 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因而抱揚充氣以為何 你不能說他不是在講 企劃宇宙論的 存在始源的生發變化的觀點 但老子更多的確實是變化的規律 那在荀子這個地方呢 也是一個企劃宇宙論的存在始源 就是物質的發生的思路 所以作為宇宙發生論的命題 好這個魂輪一開始看不見叫做一 沒有行樂 然後開始變化 變為一 一變為七 七變為九 什麼是一 什麼是七 什麼是九呢 他自己根本沒解釋 我們後人拼了老命去解釋 那也是想像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去特別解釋 總之呢 就像老子講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萬物負因而爆講 充氣以為何 一是什麼 二是什麼 三是什麼 老子也沒講 後人以一大堆的後來的知識去講 那是一詮釋 那也是創造 總之他就沒講清楚 但他就是一個觀念 有一個發展的例子 九變者就也 有事情就談完了 乃富變而為一 一者行變之時 清清上為天 眾著下為地 沖和氣為人 故天地含金萬物化身 這個魂崙的氣本來無形 後來慢慢有形 後來慢慢區分 清了到天 各位到天上幹嘛呢 他的思路 日月星辰 對 陽氣日月星辰 眾著下為地 也還是陽氣 山川大地 鳥獸蟲魚 人 這樣子 充和氣為人 清的到天 日月星辰 眾的到地 山河大地 和氣呢 生成了人 故天地含金萬物化身 其實眼睛一張開 懂事會說話 開始認識這個世界 年紀輕就開始做哲學思考 你眼前的世界就是 已經是這個樣子 現在只是針對眼前 已經存在的這一個世界 去思考一個 他的創生的始源 及其過程 用這樣的話來說 有觀念的意義 但是沒有知識的意義 有觀念的意義 但是沒有經驗知識的意義 還談不上經驗知識的意義 然後這是第二段 你再看第三段 這個價值意識的立場就出來了 天地無權功 聖人無權能 萬物無權用 那就是有天地有聖人有萬物 而且呢 他不是萬能的 各有自己的能力角色 興奮 本性 本分 天 直生父 地 直行載 這也是根據經驗觀察 反正天在上面蓋住 地在下面拖住 聖人呢 負責教化 萬物呢 各有他自己的功能 物之所移 萬物各有他自己的功能 有所長 聖人有所長 聖人有所品 物有所通 就是天 地 聖 物 各有他自己的 能做的事 以及他無法做的事 無法扮演的角色 因為天地已經分化了 怎麼說呢 他做一個思辨的解讀 生父不能行載 行載不能教化 教化不能為所 一定者不出所謂 你看嘛 在天上的 他不會在地上承載你 在地上承載你的 山河大地 他不會教化你 教化你的 他再怎麼教化 他還不能夠改變物理世界的現象 這樣子 一切的一切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有限定的興奮 特定的角色功能 這個天地 這個角色功能呢 讓我們更具體一些來說 天地 陰陽 聖人 之教 聖教 仁義 萬物之儀 柔剛 此皆誰所遺 而不能出所謂 所以 依據 他們 適宜的 角色呢 而只能做他們 該做的事 這個一直要強調 不出所謂 直接 誰所遺 而不能出所謂 者也 就是要告訴一個人 如果你要修煉武功 你就不要多想 想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你什麼都不想 你能夠做到的是 你身體能力本來能做到的 你就是想太多了 所以反而做不到 你不去想 不知 反而你所有的能力能夠開發 本來給你的能力 你都能夠開發 所以我們在講天地怎麼樣 萬物怎麼樣 聖人怎麼樣 教育怎麼樣 教化怎麼樣 多講 列子的態度會是這樣 有生 有生生 有形有形形 有生有生生 有色有色色 有畏有畏畏 就是 使 生 行 生色 畏 獲得 出現 呈現的 後面的那個原理 生之所生者死矣 生生者未成中 被創生的萬物 已經消亡了 創生萬物的那一個創生原理 它還存在 它還會繼續創生 別的萬物 行之所行者死矣 行行者未成 有意思是一樣 生之所生者 聞以生生者未成發 色之所色者 張以色色者 未成顯 未知所謂者 常以畏畏者 未成成 皆 無畏之之也 我生你 你會消亡 我還是存在 我生你 我對我所生的你 我沒有要怎麼樣 該結束就結束 現在問題是 人 是被生 被生的人 卻常常覺得自己應該怎麼樣 對 反而失去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本真 大直意識 但他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緣能方能生能死能属能陽能福能成能功能商能出能末能學能黃能甘能古能山能鄉 他能夠做這些 如果人 剪斷了所有人自以為的認識的話 你的身體可以跟天道一樣 也能夠這樣 是 是 是 不只要借除七情六欲啊 你 不要想報仇 你 不要想做官 你 不要想賺大錢 無知也 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 而無不能 不是你的興奮所 你看聖人都無權能的 你能夠怎麼樣 大家都是不出所謂 所以 就出於所謂之外 你是無知的 你是無能的 那如果能夠不出所謂 那你能夠擁有的 就能夠完全為你所發揮 無不知 無不能 好 這是第二段 要第三段 好 第四段 開始講故事了 子列子侍衛 事於道徒 在路上 看到一個死人的 骷髏頭 遷蓬而止 骷髏頭在地上 那雜草蟲稱這樣 把那個雜草拔掉 光溜溜的骷髏頭露出來了 指著他跟他的弟子說 唯宇就是我 與彼就是這個骷髏頭 知而未常生未常死也 也就是說 骷髏頭才是最有智慧的 也就是說 作為我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的命 沒有什麼特殊性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我做一個活著的人 跟骷髏頭做一個死掉的人 沒有什麼差別 我也會變成他那樣子 我不要去意識自己是個活人 一旦當我要死掉的時候 我也不會去意識我要死掉 因為我本來就是 不是一個活人 所以對於生死不採取認知態度 你怎麼會有死亡的恐懼呢 當你沒有死亡的恐懼 你的身體去做任何的一個動作 你身體本來可以做到的 你就可以做到 各位各位各位 你可以這樣走一直線對不對 可以跳來跳去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 往上升升到 一百層樓的高層大樓裡面 大廈上面 然後在他的屋頂這樣 那看你還敢不敢這樣走 敢不敢跳 有時候看那個視頻呢 在那個透明的那個玻璃橋上 有些人就下個腳就軟了 就不敢 就害怕 為什麼 就覺得會掉下去 掉下去 聞死不疑 問題是 他保護得好 你是不會掉下去 但是我們就是害怕 所以如果不採取本分以外的認識態度的話 完全依據你自己身體的本能 你本來就可以走得過去 你有那個能力 但就是我們恐懼害怕 所以就不敢走 你這樣問的好啊 但他要定義那個不是本能 他要定義是你自己人為的認識 嗯 你這樣問的好啊 但他要定義那個不是本能 他要定義是你自己人為的認識 但要定義是你自己人為的認識 但是他們是不是 和我們一起來分心 他也為我們一起來分心 對 他還是 後天下面的原本能力不會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原本 怎麼會有的 他會很難 對 對 小孩子在学来旁边他不会害怕 知道是真的 小孩子在学来旁边他倒是不爱 大人看了吓死 小孩子爬到窗户上他不会害怕 他不知道害怕 两岁的小孩子玩流滑地什么姿势都敢 四岁的小孩子玩流滑地就只能规规矩 因为他知道会衰 不过你刚刚要问也很有意思 可是我又想到 儒家认为性善是人的本性 人性本善 但是呢 人都会为恶 你只要没有欲望了 欲望切除 你就可以做一个君子 承担天下众责大人 富贵不能以平贱不能以威武不能虚 但是你也可以说 这非常违反人的本性 如果不经过特殊的修养 人都会建立妄议 都会文略 所以呢 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大家都在建立理想 而且呢 都把理想哲学的理想 说成人本来就有 包括佛性 众生皆有佛性 佛性就没有情欲 没有欲望 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 每一个人都可能 说不定 事实上也是可能 佛教建立这个理性 我们来修行 这个修行很违背人的本性 人家答你 人家不生气呢 人家欺负你 你会不反抗呢 之类的 所以你刚刚问 这个问题的模式 问列子跟问其他学来 其实它理论上的形式的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别人可以回答 列子就可以回答 那他们事实上都可以回答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呢 其实价值意识他们也选择 列子也是选择了 他要的 就是在大自然世界里面 身体的能力的对于功能 但是人类是有可能达到的 你不要说什么 我们现在看不到武功高手 但我们总看得到马戏团吧 马戏团的空中飞人 你敢吗 我不敢 我们都不敢 他们就敢 马戏团有空中飞人 马戏团还有那个射箭 还把眼睛遮起来 然后他的团圆里面一个女生站在那边 他就像射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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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意思是把它说成内在 对,我们再想想孟子的论证的模式 乃若其其凝,乃可以为善,乃所谓善 有没有,只能顺圈胚之性以为其流 还是逆圈胚之性以为其流 你是顺着那个木头的本质 把它弄成锅碗瓢盆 还是违逆了木头的本质 你能够弄成锅碗瓢盆 顺,孟子就是要讲顺 所以要讲性善 孟子认为告子那样假法 你就变成这个无善,善恶不分了 徐子还根本讲性恶 所以其善者未也 所以可以说这是说法 但这就是理论 这个模式 那你拿孟子的性善论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由内而外 好,接下来这段话 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 因为这个是列子的自然科学的知识 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的变化 但这里的概念 每一个概念都要查字典查的半天 搞清楚了有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且有很多知识是错误的 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要浪费这个力气在这里 因为我们不是在那边考据的 我们找了哲学观点 但他这边意思就是 反正万物就是在那边 循环变化 而这一切的变化呢 都是那个天道在安排 不必自己刻意主张什么 好,我们看第五段 皇帝书曰 行动不生行而生饮 生动不生生而生想 无动不生吾而生也 这个皇帝书从哪里引出来 我不清楚 这样的一段话 好,所以列子要表示一个观点 被生出来的引啊,想啊,有啊 这个必有忠 行必有忠 不过再追问一句 天地也有忠吗 还是跟我同时消失 这个消失会不会是一个永恒的根本消失 不知也 我特别要每一次标出来 列子最后就是不知的态度 其实这些问题你要给他一个宇宙论的立场 表达一个观点那也可以 那他表达的立场就是不知道 人类知不知道呢? 人类确实是不知道 但人类后来都要努力去知道 所以科学的探索就给了我们很多的理论 从科学角度什么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什么平行空间的理论 什么一大堆的理论 什么量子力学的理论等等 那就是努力的要去知道 但究竟知道完了没呢? 也还没有 那列子的态度就是 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到忠乎本无始 静乎本不有 不是不久 静乎本不有 那这个静就是消失的那个意思的静 有生负于不生 有行负于无行 不生者非本不生 无行者非本无行 可是他后来就是无行 可是本来不是的 生者理之必忠 忠者不得不忠 一如生者是不得不生 而一横其生进一中获一树也 所以什么 人一定会死 各位同学 庄子建立了神仙 列子没有建立神仙 这是其实因为我们 中国哲学的问题 没有被清晰的解读 也就没有准确的问题去问他 你看我做的这个区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庄子建立神仙学 不死不生 永生 列子在这里就不建立 不建立神仙 但是建立活着的人 他的身体能力能够特殊的发挥 但是呢 人一定会死 精神是天之分 古还地之分 属天 清而散 属地 灼而聚 所以人有一天会死 清的到天上 清气 重的 在地上 就是我们的尸体 尸体会腐烂 就变成泥土 生命就这样 精神离醒 各归其根 其真 故为之鬼 鬼归也 归其真这 那其实鬼的概念呢 僵尸不叫鬼啊 僵尸叫僵尸 什么是鬼呢 就是那个魂 魂是叫做鬼 但人死后呢 变成一僵尸二鬼 这样子 鬼呢 也是气 看不见 消散 僵尸 尸体呢 也是气 最后跟一气流血 生命最后一定是这样 精神入其门 古刻意反其根 我上可存 就没有我了 所以所有的东西呢 这个最后就是回到这个本根 一切根本都没有 没有了 就是生者理之必忠 忠者不得不忠 生者不得不生 我为什么会有 我也没办法管这件事 我就是被有 我虽然被有 我不必觉得我有 因为我也会死掉 无死 所以我跟那个前面那个骷髅 才是真正了解 没有生死的界限 未尝生 未尝死 他上面不是讲吗 未尝生 未尝死 只有我跟他知道 不曾经出生 也不曾经死 因为我的出生 是不得不生 但是我的死亡呢 也是不得不死 我到底出生了什么 因为我得死 又不是我自己把我搞出生 我到底死亡了 死亡了什么 我本来就没有我 我是被搞出生的 后来又被搞死亡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死亡 就不要建立生死的区分 因为人一定会死 那精神就是那个鬼 入其门 骨骸就是那个尸体 掉到地上 反其根 裹上合存 并没有我的存在 既然没有我的存在 就没有死亡的恐惧 既然没有死亡的恐惧 你站在悬崖旁边 然后往后退 退到最后一点点地方 脚尖垫起来 身体三分之二 悬空 剩下三分之一 你会害怕吗 你也不会害怕 就因为不会害怕 你马上可以站在哪里 那我们所有其他人都没有办法 破除了生死的界限 谢谢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处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 就是中国哲学的简正理论 每一个学派形态都已经出现 但是已经出现的这个学派 他都能够实践他所说的观点 不管是身体的能力 还是心理上的意志 他都能够实现 儒家的圣人真的做到圣人了 王安民做到了圣人等等 所以他都能够用经验跟行动 证实这个系统的合理性 这个系统合理性是有的 可是他的真理性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在经验上确定他 可是难道他就是真的吗 就是永恒的吗 或者他是最高的吗 在这个地方我采取的一个立场就是 这都是他选择 选择的就训练 操作成功了就证明了 这个选择是可以被实现的 可是并不等于说明 这个选择是唯一的最高的 独立的排外的别人是错的 因为一开始我就说那是选择 所以你现在问说 你这样子觉得好不要有七星六亿 不要有这个生死的恐惧 然后练成了武功 这是有目的的吗 那有目的就是武功高强 那他说武功高强的意思是 你变成武功高强的意思是 你变成武功高强的意思是 但是罐头很精致啊 机器人很精致啊 他给完成 相当一般人不能够达到的 这个任务啊 先等一下 我先从方法论上 你对他的质疑 我们以儒者的形成 一个儒者生命来看 我们以佛教 原始佛教形成一个 阿罗汉形态的生命来看 大圣佛学形成一个 菩萨的形态的生命来看 你对他的质疑 形式上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他们就是选择 你可以说他选择做一个刺客 但他没有讲要做刺客 但他就有很多 入水不溺入火不热 然后站在悬崖上不会害怕 然后射箭就射得很准等等 他建立的是什么武功高强 特异功能的人类 还不是神仙 庄子建立的是什么 神仙 那老子建立的是人间的圣 儒家建立的是君子 或君子意义的圣人 法家建立的是帝王 玉下之术 复活强兵 原始佛教建立的是 不死不生 注动天地 飞行变化 阿罗汉 大圣佛教 菩萨佛 所以大家都有选择 有建立 你说是雕塑 对 所以呢 他是得练 不练练不出来的 另一个前提呢 是他本体论的观念 要这样子看这个世界 那你心里就服应了 你身体就可以开始这样操作 所以我们要追问他的合理性 跟追问君子的合理性 阿罗汉的合理性 帝王的合理性 都是一样的 凭什么你是合理 凭什么你是 这个 最正确 其实不过就是你的选择 我认为中国主要都是可以订阅的 只不过人命有限的 选择作为帝王 那样很多的努力 作为圣人很多的努力 作为君子很多的努力 作为刺客很多的努力 作为那个苦行僧 忍辱先人 都是很长时间的努力 观念上可以并存 如果你武功够高强 人的一生也可以并存 但是这种人太难 武功不够高强 我们 单一的典范都不见得能够成功 但厉害的人他可以 可能会有几多几个人 可是心目中最终还是会找 他自己认为最高的那个人去办理 王耀明打坐有小神通 对王耀明选择做一个儒家义的君子 儒者 救国救民 承担天下的动乱的责任 你问的就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 好 我说我心里有一个人 我说到最后的 我们的女人 就是上次的 上次的 他就讲 他就说 红紫 然后说 然后 第二个 他就讲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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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觉得 我们就是 他就是 社会的方面 是 两个人 从一 就是 从一 他就 只需要用到每一家的方法 是你这段话讲的完全对 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在建立 中国哲学各学派的理论上的观点 每一个学派呢 有他特定的目的功能 只是从理论建构的过程当中 不自觉地要否定别的学派的价格立场 然后呢去呈现自己的东西是最对的 那也恰恰是因在他们反对别人 批判别人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理论呢 这个就有限而不透彻 那或者是说 反正我们今天21世纪了 我们可以同时看到这么多的哲学家 理论跟学派 完全可以透露纸备 阅读到他们可以并行 不同的这个功能角色 我根本就藉由周易六窑建立了 初窑百姓是末家哲学 二窑基层关系是儒家哲学 三窑呢 这个社会游离分子是装子哲学 四窑呢 高阶主管是老子哲学 五窑呢 君王就是法家哲学 六窑呢就不理人间世事 导致佛教哲学 我根本就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所以他们之间彼此的批评 恰恰是对于自己的认识不清 也对别人的认识不清 根本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个批评 三教辩证可以解消 三教辩证可以终止 完全不需要三教辩证 我们再来看西方哲学的例子 西方哲学全部都是一家新的体系出来 藉由否定前一家的观点 但是呢 他之所以能够否定前一家的观点 其实是建立于他所定义的新的问题 那个问题问错了 不应该那样问 应该问新的问题 于是乎在新的问题的提出 以及新的思考方式的定义下 他得到的当然是合理的 他现在所讲的这个结论 所以西方哲学一家一家 否定前一家而建立这一家 中国哲学呢 这个如是道也在三教辩证 但其实呢 没什么好辩 因为你们问题不同 立场不同 主张不同 形态不同 那西方哲学也是一样 一家一家 藉由否定批判前一家 而建立新的认论 那其实呢 柏拉图问的问题 跟亚斯多德不一样 黑格尔问的问题 跟康德不一样 这样子 马克思问的问题 跟黑格尔不一样 大家其实问的是 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呢 一家一家 也未必就能够真正的 否定情形 理论的世界 恐怕常常会是这样 好 我们看第七 孔子由于泰山 不对 第六 人自生至终 大化有四 婴儿时期 少壮时期 老貌时期 死亡时期 这是在讲一个生命的历程 其实就是在讲 人出生了就是等死 因为一定会死 也是一个破生死的 这个观点 一开始是婴儿 气砖至一 婴儿的身体是最强壮的 何之日至也 终日豪而不煞 老子有这样的一句话 就小孩子整天叫 整天叫 他声音就不会撒哑掉 我们成年人叫了几声以后 我们声音就撒哑 小孩子整天叫 声音还是那么的尖锐 还是那么的红亮 你气之可 不不伤烟 得莫加烟 人的本能是最丰富 最纯粹 少壮了以后 血气飘逸 玉律冲启 物所攻焉 十几岁以后 有了种种的欲望 然后人的本能的能力 开始下降 到了老貌 按照古人 大概四五十岁就是老貌 到了老貌 绿柔 体将修 物莫先 这时候人又开始静下来了 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 因为办不成了 身体也要休息 然后呢 这个万物呢 也不见得会来 跟他冲突 不会来伤害他 虽未及婴儿之权 方于少壮 虽然没有像婴儿的时候那样的圆满完整 但是一个老人家的身心的状态 比起壮年少年的人呢 还是要好得多 因为壮年少年的人都在搞一些浪费体力的事情 无畏地消耗体力的事情 但是呢 一旦死亡 习反其极 什么意思呢 老人家又回复的接近婴儿的状态 但是当死亡以后呢 反而回到了真正生命本来的状态 所以死亡才是生命本来的状态 所以人本来就是死的 因为人本来就是死的 你可以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 你不用害怕 你也就跳过去了 因为人本来就是死 所以你可以走钢树 你不用害怕 因为人本来就是死 结果你也就走过去了 这样子 孔子由于泰山 见荣起起行乎成之也 在这个屈府郊外 穿着初步衣 用草绳树的腰带 绑在衣服上 就是很朴素的农家人的样态 古亲儿哥 在郊外 穿着初步衣 弹着琴 唱着歌 孔子问他 你唱歌这么快乐 你在快乐什么事情呢 我快乐的事情非常的多 天生万物 人是最珍贵的 我是人 一乐 男女之别 男尊女卑 以男为贵 我是男神 二乐 人生有不见日月 不免强保者 不见日月 不见日月就胎死腹中 不免强保 就这个婴儿腰折 我竟然已经九十岁了 三乐 贫者事之常 大家通常都是贫穷的 死者人之中 我就是一个贫穷的人 而且我就是一个快死的人 人生命的终点就是死亡 我就是一个快达到人生终点 储藏 贫穷 得忠 那我不是很快乐吗 当何悠哉 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 没有什么 他是人 我们也都是人 他是男人 至少有一半也是男人 他是个老人 老人可多了 很多老人 他是个贫穷的人 那等于他是一无所有 可是他却非常的快乐 他并没有任何社会世俗意义的 人们所拥有的很多的东西的那一种价值的高尚 完全没有 却非常的快乐 所以呢 把生命活着的这一个阶段的社会意义 完全没有去看 完全没有看社会意义 我们说庄子浅世俗 庄子还讲了一堆辩论了半天 他根本就直接没有 直接就没有了 那追求的是什么 就在农村里面快乐朴素的生活 厉害就练武功 孔子曰 善乎能自宽者也 藉由孔子的名气形象 说出来的话 肯定列子自己所认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呢 在农村在老家 朴素的生活不与外人做任何的接触 只要活着就好 让身体的能力无上的发挥发挥发挥 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讲到功夫论 功夫论是其他的篇章 那这个地方讲的都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都还是什么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的社会意义呢 我不采取认识态度 而且我都不要 我就是最平凡朴素的农村的一个人 林类快一百岁了 抵春皮球啊 像现在就是春天 但是好冷啊 需要穿厚一点暖和一点的衣服 十一岁为予以故期啊 人家田地已经收成了 掉了一些稻穗 捡了一些掉在地上的稻穗 拿回去吃就可以活了 一边走一边唱歌 孔子到魏国 在田野上看到 跟孔子的弟子说 这位老人家 他是个有智慧的智者 你们可以去跟他聊天 或许会学到一些东西 子供说好那我去 就在田梗上面碰到了这位老人 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很善良 发出了同情怜悯的问候 老人家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后悔啊 怎么还在这边唱歌 剪掉在地上的 稻穗或者是卖穗里面 你累停也不停 继续唱歌 就是听也没听到 子供在问什么 子供就一直问一直问 老人家 这你到底在快乐什么高兴什么 你不觉得人生过得很不如意吗 这么贫穷 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你不觉得很后悔吗 来养而应曰 我后悔什么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难过的 自卑的 我有什么好难过自卑的 子供说 您啊 少不勤行 所以没有社会地位 长不进食 所以没有社会地位 老无妻子 没有人照顾 儒家都是什么 要这个传宗接代 要家族人丁旺盛 然后呢 这个先人作为后人的典范 所以要好好努力 少壮不努力老大不上飞 所以拿整套儒家的观念去跟这一位 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快要死的老人 来询问 那你还有什么快乐呢 你在这边捡人家剩下的 这个倒税 来图免死 这样子 你有什么快乐呢 你内笑着说 无之所以为乐 人皆有之 而凡以为忧 所以你看 人活着 只是活着而已 只要是活着 就是生命的意义啊 如果你要讲快乐 这样就是快乐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快乐 想要追寻别的快乐 反而是错误 没门 反而是错误 少不勤行 长不进食 故能受若此 这句话说的让大家听了有点难过 少壮的时候不必努力 不必学习工作成长 到了壮年以后呢 不必这个一日之际在于城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不必跟时间赛跑 不必跟别人竞争 不必跟别人斗争 不必掌握社会资源 不必想要这个建立工业 我就是因为没有消耗我的身体生命的能量 去做那一些非本质的事情 所以呢 我的生命的能量 保存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能够长寿 像我现在这么长寿 而老无妻子 那就没有牵挂 死其将至 我将回到生命的本来状况 所以呢 劣子看到那个骷髅说 只有我和你知道 未长生未长死 生命就是这样 生命就是该死 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 快乐地迎接他 子宫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观点 按照儒家的观点 一般世俗的观点 长寿 是人们喜欢的 没有错 但是死亡呢 是人们讨厌的 你长寿很高兴 这我可以理解 但你怎么以死为乐呢 死其将至 故能乐乐若子 死其将至 然后你觉得这么快乐 老无妻子死其将至 这样子 你这么快乐 那怎么回事呢 那怎么回事呢 林类就是列子的代言人就回答 死生不过 死生不过就是亡反 死于事者 安之不生于彼 无知其不相弱 我知道生跟死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生就更好吗 死就不好吗 无余安之 隐隐求生 非祸也 想要求生而不想死 搞不好你判断错误 无余安之 无今之死 不欲习之身乎 我怎么知道我死了以后 不会过得比之前活着的时候更快乐呢 说不定我会更快乐啊 所以担心什么 好 各位同学 如果有佛教的轮回生命观 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 但是他呢 过去并没有明确的讲 有轮回的生命观 也不等于说死后有生命的这样的思路 但中国哲学本来就有鬼魂的思路 有神仙的思路 鬼魂跟神仙呢 虽然不是轮回 但毕竟是人死以后 或者变鬼 或者变神仙 然后呢 或者变鬼 或者变神仙的生活状态 说不定比现在活着的状态要好 差不多等于人有死后生命了 他说这个观点 可是这个观点 预设的知识是人有死后的生命 说不定还更好 所以呢 我们不用担心 所以我现在就是应该快乐 那至于到底有没有死后的生命 不知 我也不用采取绝对的认知的态度 但是说不定有 所以说不定是更快乐 所以我现在有什么好担心 死亡的痛苦呢 所以我在后悔 我没有任何的后悔 但回顾他的生命 只共讲的也许就是真的 少不勤勤 长不尽死 少壮不努力 你现在就是老大屠伤悲的状态 但你一点都不悲伤 也就是说 列子这种价值意识 不采取儒家的或其他世俗的学派的观点 人在社会之间要怎么样的努力工作 学习成长 那就完全不是他的价值的立场 好 再一段 只共 眷于学 读书读累了 跟老师讲说 各位下课休息一下 纵尼说 其实下课休息一下当然是OK的了 生无所习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在讲一个更深刻的哲学上面的观点 活着 你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你休息也是没有休息 你不休息也是没有休息 反正你就是在一个活着 因为你有永恒休息的时候 既然有永恒休息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就无所谓休息 我觉得我们只能讲无所谓休息 生无所习 真正习就是生命活动完全停死 你看到那个坟墓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休息 那才是永恒的休息 人活着就没有所谓的休息 因为死亡才是真正的休息 所以人活着的时候 不管你是工作还是休息 说实在的 虚妄一场空 我之前就讲过 庄子哲学没有任何政治哲学的意义 在政治哲学上它是不负责任 虽然它的哲学学派是有出路的 就是神仙的思想 但在政治哲学上 建制哲学上 它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不是神仙的存在 它更没有理由采取这样的价值观 那列子呢 列子就更更 社会世俗体制的需求的目的 更更远离 更更不理 提都不提 至少在这里提都不理 后面的文章当然有提 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观点 所以说明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个价值的立场 这个观点就是人就是会死的 人死的时候就是回到生命的本真 至于活着的时候就是一场虚妄 没有回到生命的本真 所以没有真正的休息 那讲的是这个 至于累了当然应该休息一下 晚上当然应该睡觉 它讲的不是那个 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休息 然者是习无所乎啊 那难道我这个没有办法休息吗 孔秋就说 你看嘛 你要休息是不是 没问题啊 你看 你看那个坟墓 高高的 像一座小山丘 像一座小土堆 又好像我们喝水的那个顶 那你看到那堆坟墓 你就知道有永远的休息 或者才是真正的休息 或者那个休息才是生命的最真实本源 本然的状态 所以呢 死亡才是人生的归去 所以呢 活着的时候你根本不用追求这些东西 那我要干嘛呢 你就是朴素地在老家生活 活着就好 朴素地生活就好 然后呢 你的身体会有特异功能的展开 子宫曰 大灾死乎啊 君子喜悦小人福焉 死亡呢 确实是一件大事 君子呢 就永恒地在死亡的状态当中呢 止息了他的生命的活动 所以对君子而言死亡是一件大事 对小人而言呢 因为他搞不清楚价值意识意义 世界观哲学 所以呢 对死亡看不清楚 死亡呢 就趴在地上 一动一动 君子呢 死亡呢 是生命的一个永恒的 归向的落实 众里约 是辱之之亿啊 你讲这句话表示你理解 我所说的意思了 人须知生之乐 为之生之苦 人们都知道 活着有许多的乐趣 却没有意识到 其实活着是有很多的痛苦 那知老之辈 为之老之义 知道 老了以后呢 会有很多的麻烦 不方便 你却不知道 人老了以后呢 才有很多的快乐 知死之恶 为之死之喜呀 你就是怕死 怕死 厌恶死 讨厌死 却不知道 其实死亡呢 是让我们的生命呢 安息 安顿回到生命的本真 所以呢 不要讨厌死亡 不要讨厌老 变老 不要讨厌 不要以为 生呢 一定是快乐的 这样子 好了 这过去有讲 就是说 列子 就有佛教的因素的影响 佛教不是讲生 老 病 死 吗 跟这里谈的这个主题到 非常的 这个 接近 但是呢 这个 列子没有轮回观 也 没有在谈 神仙 只在谈 特异功能 所以这个形态呢 还是有它的差异 但是呢 这些句子呢 是不是受到佛经的影响 很像 是不是呢 但我不知道 那是考据的问题 从理论的形态来讲 有接近性 我不是讲吗 列子比庄子更出世 再更出世一点 那就是佛教 原始佛教 生老病死的克服 免除生老病死之苦 在轮回的生命历程里面 得到永恒的 不生不灭的 涅槃的境界 那个是佛教的形态 但列子呢 还不到 原始佛教的形态 更不用讲 大圣佛教的形态 好 好 燕子说 善灾啊 古之有死也 忍者席焉 不忍者扶焉 前面讲 君子席焉 小人扶焉 君子就走到生命的中去 忍者走到生命的中去 生命的一路一生 走对了 不忍者呢 走 错了 所以死就是趴在地上这样 只是一团死尸而已 好 死也者得知教也 这个 常有欲与关其 教 庙 常有欲与关其 教 这个老子第一章 常有欲与关其 教 就是那个方向 死呢 是人的品德的 真正的最后的方向 所以古人讲 死人是归人 回到生命的本真 言死人为归人呢 那生人就是行人 就是你还在外面游荡 那这个游荡呢 就有人游荡的错误了 所以呢 活人固然是行人 但你不要在外面游荡 有两种游荡 一种游荡呢 没有在老家住 跑到外面来 成了什么飘什么飘的 这样子 施加则也 一人施加 一事非之啊 天下施加 莫之非焉 因为天下人都施加 家在哪里呢 就死后的世界就是你的家 活着的这个阶段 你只是在住旅馆而已 所以要有这个明白 既然是住旅馆 你就不必要求 这里一定要怎么样 那里一定要怎么样 不要追求人间式的物质欲望 或者是抽象的荣华富贵 民生等等 不用去追求那些 好 有两种施加的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 去乡土 离开老家 离六亲 跟自己的亲人都 这个 说再见了 废家业 每个家家户都有一些家产 主产 不管你是在平地 还是在山区 水边还是在山下 都有自己一些家产 你废了家业 没有去营生 由于四方而不规则 何人斋啊 这就是一个施加者 势必为之为狂荡之人 这是一种施加 就在外面游荡 搞不清楚人生的目标 又有另外一种情况 众贤士 巧精能 修名欲 夸张于世 而不知己者 义何人斋 假设他在批评的是 孔子孟子 儒家这种人 这个众贤士 巧精能 想要在世间 做一个贤人 用自己的一些 语言 口才 技巧 或者是礼儀规范的 这个能力 然后来 博举 能力 然后呢 讲一些大道理 夸张于世 他们呢 都是搞不清楚 自己是什么人的 而这种人呢 势必为为 以为智谋之士 前面呢 以为狂荡 后面呢 以为智谋 其实智谋也是施加 狂荡呢 也是施加 并没有说 狂荡施加 智谋就不施加 辞二者 虚 虚就是通通 皆 施者也 这两个都是施加的 但人世人们呢 肯定其一 否定另外一个 其实世人的肯定 是错误的 否定 也是错误的 这样 知 为圣人之所以 知所去 只有圣人才知道 我们应该肯定什么 应该否定什么 这两种都是应该否定的 所以不要追求 智谋之士所追求的 也不要落入 狂荡之人的生活的模式面 那应该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就说 待在老家 过简幅的生活 就是装子 裂子形态的 生命的归去 有人跟列子说 子兮贵虚 我们平常在讲 老子无为 庄子逍遥 列子贵虚 会这样讲 虚是列子 本体论的 核心概念 但虚呢 老子也讲虚啊 儒家也讲虚啊 谦虚啊 到底列子的虚是什么意思 这里就要明确的讲 虚者无贵也 人家说你为什么贵虚呢 重视虚 那列子说 虚呢 就是不重视任何东西 这里面有点文字的调谷 巧妙的这个排比 但是列子并不是否定 用虚来讲它的东西 而是说 虚这个东西 它真正在操作上面的意思就是 无贵 不对任何东西呢 觉得珍贵 其实还有一个前提 因为我没有对于东西采取 有限人为标准下的认定态度 所以呢 这个看后面就知道 非其名也 不是像大家所说的 贵虚 虚多了不起 不是的 虚的态度就是 对于现象世界 一切呢 不提起 莫如敬 莫如虚啊 贵虚要怎么个贵法 心静 不采取区分的 外在世界事物的态度 静也 虚也 得起 居以 心静下来 外在世界的事物 不采取分辨的态度 你的精神 就驻扎在 真正体会 这个本然 体会根本 体会大道的状态 得其居以 因为静 因为虚 所以呢 这个不取 也不给 取跟给 都失其所 都失去了 生命的本真 事之破为 而后 无仁义者 福能复也 仁义呢 就是多取 强盗当然也是多取 在外面游荡 好意勿劳 吃喝玩乐 也是一种错误的取 也是多取 事情被破坏了 然后呢 强调仁义 福能复也 你不强调仁义 一切放下 还能够回到 生命的本真 你一强调仁义呢 只追求仁义 你更离那个本真 更古大 福能复以 一直都是要强调 不采取认知态度 就是不知 才是他的 价值意识的本体 第十二条 欲雄曰 运转 无以 天地 密 丑 绝之灾 天地万物 整天都在那边 静悄悄地 移动 有谁感觉得到 我们人类是感觉不到 天地在那边运动 我们感觉不到 每次看 地下头来 隔一段时间再看 确实星星 好像有换了不同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盯着他看 我们也看不到他在动 故 物损于彼者 盈于此 成于此者 归于彼 损赢成归 随事随死 往来相接 没有任何的一秒钟的 空隙 中断 然而我们却感觉不出来 虽然我们不感觉不出来 一气不顿进 一醒不顿亏 但是事实上呢 东西都是有变化 都是不是突然的 不会突然一口气上不来死掉 也不会东西突然消失在空中 这样子 都是缓慢的 而这个缓慢的历程呢 人类的感官知觉却察觉不到 不觉其成 不觉其亏 不觉它增加了 不觉它减少了 就好像 人 从生 到老 貌色 智态 无日不亦亚 没有哪一天是不一样的 皮肤爪法 随事随落 没有哪一天不再掉 非阴海 非阴海 时有停 而不亦也 不是说在婴孩的时候呢 人就停在那里 不成长 不成长 我们怎么会变成大人 事实上它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变化 变老 但是呢 坚不可绝啊 四智后智啊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察觉不到 但是现在回顾一下 哎呀 各位的 你还想得起 你五岁六岁的情景吗 对不对 怎么我现在变成了 二十岁的人 回想一下 五岁六岁的情景 小学一年级的情景 怎么现在变成五十几岁的人 四智 后智 当你已经 生命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 才突然发现 哎我跟以前不一样 实际上你每天都跟前一天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感觉不出来 好 这个感觉不出来 每天跟前一天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最后会走到哪里去呢 死亡 一定不一样 最后一定会没有 到达死亡 死亡呢 就是人生最重要 最终最真正的归去 就归去的目的地 录像 单单看这一段话 这没什么特别意思 你不知道它跟什么观点连结在一起 但从列子整个的观点呢 就还是一个破除死亡的观点 好 各位呢 有记得一个成语叫做起人忧天 对不对 起人忧天就来自于这一句话 这一段话 这个起国有人担心天地崩坠 天崩地裂 身无所记 各位你们有没有担心过这种问题 我差点就要讲说 你如果不担心的话 不太适合念哲学 我们念哲学都会担心一些事情 就会担心一些你不需要担心的事情 想一些无聊的问题 我小时候就很担心 这个世界是不是在骗我 我头转过来以后 后面那个 那些东西它还存不存在 所以我会有时候会突突起来的 很快速地转身 往后看 怎么还在 但我又怀疑就是说 其实你速度很快 如此而已 我也会认为 可能我再怎么快速地转头 你都能够快速地给它复原 这是怀疑论 或者是独我论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存在 只有我看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存在 存在就是被知觉 被知觉到了才有存在 不被知觉到的是没有存在的 或者没有存在的意义的 这样 对 我们都会想这些问题 所以起人想的这个问题呢 搞久了以后就会变成哲学家 他就会想出一套理论来面对这个东西 好 优彼之所优者 应云云晓之 也越好人 想说你这样快要变疯子 来来来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 天一堆气 积聚而成 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气 比如说 你站着坐着 弯腰 躺直 坐好 在呼吸的过程当中 终日在天中行止 这个 奈何 忧 崩坠呼 天呢就是一堆气 每个地方都有气 你呢 整天在这里呼吸 动作 整天在天的下面里面 走路 你有什么好担心 它会掉 好 起人忧天 这个起人说 如果天是气 那日月星辰 它们不会掉下来吗 小知者曰 日月星宿 西系中之有光耀者 只使罪亦不能有所重伤 日月星辰也是气 只不过它放光 所以它掉下来 它也是气 这个各位同学 日月星辰是不是气 其实也是气 因为气就是一切物质的聚集 可是它已经有形了 有质了 相对于人的身体而言 它如果掉下来的话 那地球大概混淀一半 就不用讲 大概全毁了 因为一颗陨石 就会对地球造成 类似原子弹的效果 所以这段话 它是气 这是没错 但掉下来不会皱上 是完全错误 当然它那时候缺乏 这个科学的知识 好 那如果天不会掉 日月星辰也不会掉 就算掉了打到我 因为它只是光 也没事 它只是气 那地总会坏吧 地坏了 我还不是掉下去了 怎么办呢 地积块 天积气 地积块 地就是所有的有形的东西 聚集在哪里 冲涩四处 无处无块 没有哪一个地方 没有 这个地 若直不吃倒 终日在地上行 奈何悠其快 所以这个人意思就是说 地呢就是有形的累积 到处都是地 你怎么走都走不到地的边 整天都在地上 没有什么好担心 它会坏 启人 就是这个启人 舍然大喜 对他自己前面 所问的问 哎呀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放心了 这样子 小知者呢 亦舍然大喜 这个文字还蛮可爱的 蛮美的 启人舍然大喜 小知者亦舍然大喜 长如子 文儿 孝之曰 各位同学 在庄子的作品里面 很多讲话的人 的名字 其实是植物的名字 动物的名字 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人类的智慧 能够想象得到 这里也有点像 好 红蜜眼 云雾眼 风雨眼 四十眼 这是机器成乎于天的 没有错 山越河海金石 机型成乎地 没有错 你知道它是累积的 气 累积的形 快 这样子 那你怎么可以说 它不会坏 它是累积的 它不是永恒的在那里 既然是聚集的 累积的 它就有坏掉的问题 然后我告诉你 天地在整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 人类看到的天地是最大 在整个大宇宙的空间当中 人类看得到的天地 人类看到的天地就是空中一系物 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有中是最具 你能够看得到的最大的是天地 但是从整个大宇宙的空间来讲 它还是只是一个小东西 难中难穷啊 那这个此故然宇宙 你固然看不清楚 但是呢 难测难赤 此故然宇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 因此担心它会坏掉 你想得太远了吧 但是呢 保证它不会坏掉 你讲的也未必是对 其实天地不得不坏 那就会坏掉 当它坏的时候呢 你能够不忧愁吗 所以这个长如子呢 这个境界又高于小者 起人 然后小知者 然后长如子 劣子真正的态度出来 直劣子文尔孝约 言天地坏者 谬 言不坏者 亦谬 起人忧天 长如子言 这个 起人忧天 然后呢 小知者呢 言什么 不坏 长如子言什么 坏 言有坏的可能 预期坏时 你怎么能够不忧愁呢 所以 小知者 言不坏 长如子 言坏 劣子说 言天地坏者不对 不坏者亦不对 那应该是怎么样 坏与不坏 无所不能知 劣子讲的对不对呢 劣子讲的也是对的 我们是不可能知道 你说坏 其实也是一种立场的理论 你说不坏 也是一种理论的立场 我们没有办法经验到 虽然 比一也 此一也 那是一件事情 而我的生命是另外一件事情 生不知死 死不知生 来不知去 去不知来 坏与不坏 无何容心灾 天地坏还是不会坏 劣子说 各位同学 我们死了以后 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死了以后呢 如果哪天又变成 一个生命 那我们在死的状态的时候 也不会知道 未来他所变成的 那个生命 来不知去 去不知来 来不知来 这个 生死可能是不断的循环 而我们是不能够知道的 所以天 我们连自己的生死 都搞不清楚了 天地的坏跟不坏 我有必要去搞清楚了 我能搞清楚 我们连自己的生死 都不一定能够搞清楚 我是要强调 这里只有一个 价值意识的本体 就是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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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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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采取认知的态度 顺问乎成 可以得到吗 成就说 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 你能够得到吗 顺说 我的身体不是我的 那我的身体是谁的 诚说 你的身体是老天爷 借以用的 天地之伪行 庄子说 大块载我以行 老我以生 义我以老 习我以死 一切都是大块的事 一切都是造物者的事 大块载我以行 给你一团泥土 捏一捏成为你的身体 跟这个意思应该是一样 天地之伪行 天地给你的一块肉 一块泥土 你的生命不是你所拥有的 天地之伪和 天地给了你一块泥土 然后又给了你一种感知的能力 冲和气而为人 你的性命不熟失你自己 天地之伪顺 让你有一个特定的形态的性命 类型 你是人 他是狗 他是牢 他是鸡 他是石头 他是树木 你的孙子也不是你有 天地之伪锐 借由你的生小孩 生孙子的转化性的变化 而有了孙子 子孙 那都是天地 其实他们在作为的 所以呢 你连自己的身体 孙子 子孙 都不是你自己能够拥有的 你可以 可能得到道吗 好 那他当然所谓的道 就是别的学派所讲的道 别的哲学家所讲的道 那些你是不可能得到的 行不知所往 处不知所持 实不知所以 天地 强阳气也 无可得而有也 天地不过就是气 的聚集 你不能够拥有它 反而是它把你变出来的 把你变出来了以后的你的生命 前面列子就讲 未尝生未尝死 你往哪里去 你真的往哪里去了吗 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你真的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了吗 你吃了什么东西 你真的吃了什么东西了吗 其实你都不知道 行不知所往处 不知所持 实不知所以 你所知道的太有限 根本而言 不是只是这样 但究竟是什么 你是不知道 天地你也是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得到什么道 也不要以为天地 也不要以为自己拥有了什么生命的特徴 一切放下 好 最后一个故事 一切放下 一切认知的态度都不采取 齐国 有一位信国的人 很富裕 宋国有一位信相的人 很贫穷 从宋国到齐国 跟信国的请教学习 富裕的方法 齐国的 信国的国先生跟他讲说 因为无善为道 我为道呢 一年自己自主 而己就拥有了 二年就足够了 三年就非常的多 至此以往 诗集周语 到处都有我的财富 上次听到原来他是用道的方式 偷的方式 很高兴 他听明白了偷的这句话 却没有搞清楚 为道之道 他是怎么个偷法 那他就去偷了 于远着逝 爬墙 然后把人家的墙壁的屋子 打一个洞 眼睛看到的 手摸得到的 都摸走了 不多久 人赃俱获 财产没收 关在监牢里 放出来以后 向先生认为 国先生骗自己 跑去找他 臭骂一顿 国先生说 你是怎么偷的 向先生就跟他讲 我是怎么偷的 国先生就说 你呀 搞错了 为道之道 你错得太离谱了 我跟你讲了 天有石 地有利 利用天时地利 云雨 有滋润 然后呢 三则之产欲 意思是什么 进行农耕 农耕不是利用天时地利吗 利用水 然后呢 以生无和 只无价 农作物 然后生产 只足无远 见无射 盖房子也是啊 泥土啊 夯实了 太阳晒干了 有了墙啊 等等 有了我的房子 有了我的 这个农作物 然后呢 去打猎 路道禽兽 去补鱼水稻鱼鳖 全部都是偷来的啊 好了 农作物 土木工程 禽兽鱼鳖 都是老天爷的东西 不是我所拥有的 我勤劳的耕种 勤劳的打猎 勤劳的盖房子 而有了 这一切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都不是到来的 因为我们讲到来 就是不告而取的东西 所以这个 要用到这个概念 去讲什么 你就算认真工作得到的东西 你也不必觉得是自己认真工作得到的 不用去追求 这一个意义 我们都是 接受到 天到天地的 供应而已 我们并不真正拥有了什么 我们所拥有的 等于是到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所拥有 但都不是我 本来有 所以都是天给我 所以我等于是到天 不过我到天 没事啊 可是你要晓得 金玉珍宝 古财 古薄财货 这是别人家里的东西 不是天给你的 你偷人家家的东西 被判刑 那你要怪谁呢 你呀 搞错了 好 这个 国事讲的这一段话 其实呢 他不是道 其实他是努力工作 但他表达哲学上的一个立场 我所拥有的一切 是老天爷给 不是我的生命 本来拥有的东西 等于是我跟他偷来的 要干嘛 破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 价值的崇高性 道德的崇高性 就这样 不要觉得自己家业 治理的很好 然后就了不起 人生的意义就禁止于此 各位同学 如果是儒者 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不是他人生的意义 不过就是道来 像是大沃 以为国事呢 你前面骗我害我坐牢 你现在又更骗我 你简直是把我当傻子 这样来说 玉东郭先生 跟东郭先生讲的这段话 东郭先生有一个更高的观点 你一生 不都是借来骗来偷来的吗 前面不是讲吗 都是天地给你的 天地之伪行 孙子呢 天地之伪 麻烦你再变化 产生了儿子跟孙子 所以呢 都是天的 不是你的 当你觉得是你的的时候 其实等于就是你偷来的 道阴阳之河 而有你的生命 你的形体 更何况外物不是道啊 所以呢 你的身体 都是偷来的 何况那些东西 其实也就是 也是偷来的 天地万物不相理 任而有之 皆或也 每个东西都互相关联 刻意地以为 他是自己所拥有的 这就是错误的认识 疑惑 国事的道呢 是一个公道 所以呢 没有灾难 你的这种道法呢 有私心 所以得罪于别人 但是 有公私者 亦道 无公私者 亦道 公公私私 天地之德 知天地之德者 孰为道耶 孰不为道耶 说穿了 符合人间的公义 而拥有的物之资 也是道 不符合人间世俗的公义 而去人家家里偷来的 也是道 有公私也是道 无公私也是道 公公私私 天地之德 这个你不用在这里 做区分 其实呢 孰为道 孰为不道 哪一种行为是道 哪一种行为 是 不道 不用去分辨了 不用去分辨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 因为宋氏一开始就 羡慕 国事的那种美好的生活 然后呢 觉得自己贫穷 很丢脸 前面看那个什么 那几个老人 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觉得贫穷是很丢脸的事 他非常的快乐 就是你一开始就贫穷这件事情你搞错 人家富裕富裕的很自在 你贫穷贫穷的不自在 富裕也应该自在 贫穷也应该自在 当贫穷自在了以后呢 你就不会去羡慕富裕 富裕的行为也是道 真的小偷去通通通信任也还是道 这里头其实根本不必区分 因为你的生命也不真实 他的生命也不真实 你的生命也不永恒 他的生命也不永恒 你的生命的贫穷是老天爷给你的 他的生命的贫穷也是老天爷给他的 你呢 都不等于你现在的状态 他也不等于他现在的状态 一切都是老天爷给的状态 你不用去对自己现在的状态 采取什么认知的耐度 结果呢 被搞成了道 他的行为呢 不是道 因为是公道 但是也还是道 所以也不必去做这样的区分 这一篇文章 这个就开头 开场谈 讲了这个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也讲了太史太素太初 的这个企划的宇宙认识 那么重点呢 就是不知的这个观点 其实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知识 唯一有一段真的要讲一堆知识呢 但是我连解释都不想花力气 因为这全部都是我们现在不认识的字 在里面的科学知识也有一些是不对的 好 我觉得比较珍贵的就是说 列子比庄子还要更出世 更不采取认知的态度 什么都不采取认知的态度 就剩下快然独立的身体存在 恰恰是这个不采取认知态度的快然独立的身体存在 能够在人间世界做一个人 做一个练武功能 我们从列子的其他的篇章就可以看到 原来列子崇拜的形态是这样 至于他发表对社会世俗的那些看法 做官的看法 历史事件的看法 的那些看法你可以说那个都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的论据 支持的论据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还有没有问题 不知 不采取认知态度 我的话是这样 跟不可知又不太像 当然他说理由是不可知 你知了又知了 但是他就是根本就不采取认知态度 否定了 超乐观的 对我觉得很好 就因为很好 然后我就自得其乐 自得其乐我干什么都很快乐 所以身体能力就来 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婴儿的那个例子 那婴儿就算不知道滚烫的水 手赶伸进去 可是他伸进去以后 这个真的被烫死了 婴儿不知道学来旁边很危险 他就慢慢跑 他一旦掉下去他就没力了 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不会害怕 那列子要建立的就是这样 在人间世的一些很多事物上 身体能力很多事情上 人绝对可以站在树枝上 不会摔倒 但你在那边你就会脚软的掉下去 但列子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人 都可以做到这一些 我们叫做特异功能 可是各位同学 特异功能就是人的本能 同样的 你看这个思考模式 君子就是人的本能 遥顺也是人的本能 人皆可以为遥顺 佛也是人的本能 众生皆可以做 所以列子也把这个东西当作身体的本能 这完全他不谈的问题 这不是他的面向 不是他问题意识的面向 应该他完全不care的面向 他也不关心 他既然不关心社会的这个 他也不会去思考说 怎么样教化众生 使人 去恶向善 因此建立性善恶的意思 有那个问题不在他的脑海 所以老子人作为一个圣人 他也没有建立性善恶 他也没有建立性善恶 他只是告诉我们 面对那么多人重大的欲望 你在其中 如何能够以无厚度有间 团结众人 所以一定要讲人性论是因为一定要搞教徒的儒家 才要讲人性论 因此去信善恶 一定追求众生皆可成果的佛教 才要讲人性论 众生皆可成果的佛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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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